你在申请留学的时候有人会跟你说这个语言没有关系 虽然你现在语言达不到 但是只要你上一个语言班 拿到一个conditional offer 然后你就可以到那边上学了 还有一种说法你可能会听到 移民有很多种路径 如果你语言不过关没有关系 有很多项目比如说过筑担保 比如说你可以投资移民等等 语言要求是相当低的 还有人跟你说 你现在语言不行没关系 你可以到那边短期学习 然后可以旅游转学习 也可以到时候拿到好的项目 同样可以达到留学移民的目的等等 更是你会听到 加拿大有很多地方 其实说中文很多的 比如说你到大城市 到温哥华 到Richmond Hill 到多伦多 有很多城市 华人非常多 你基本不需要说英语 每天只要你会说中文就可以了 很多的银行 现在的ATM机上 都是有中文选择 它不光有繁体中文 还有简体中文 等等等等一系列 你在各个活动中都能有翻译 或者你都能有听到中文 以上所有的问题都涉及到了 语言有多重要 尤其是英语 英语来讲是有多重要 或者是有多么不重要 欢迎来到我频道 这里是Tal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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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主要分享有关加拿大 留学移民工作 以及财富管理的相关资讯 刚才你也可能听到了 我搜集了一些信息 讨论的是英语 在这个留学移民工作 以及生活中的是重要 还是不重要 到底是有多重要 或者是有多么的不重要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移民加拿大 留学加拿大 在加拿大工作 英语的重要性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 就按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然后按这个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更新 在加拿大一定要说英语吗 不一定你还可以说法语 因为加拿大是双语国家 但是英语是说它重要 它是非常重要 说它不重要 它其实也不重要 语言其实只是一个交流的工具 这是我们大家都意识到的 那为什么呢 说的很重要 我们来说 先说它的重要性 刚才我们提到了 不论你是来加拿大 是留学工作 还是将来的移民 它都用到语言 首先我们从留学开始 你要申请学校 你申请学校 这一系列 不管你是申请什么 都是需要英文资料 对吧 首先需要英文资料 所以你要留学 你要拿到学前 你必须要有一个英语的成绩 基本上的要求是雅思 相当于雅思的 你可以考别的 相当于雅思的六分左右 如果你拿不到六分 很多的机构 或者是甚至有朋友会推荐你说 先到那边来学习一个语言班 你要过来学习语言 专属的学习语言 没有错 发现如果你是从零基础 到了五分 应该是提高很快的一个过程 如果你从五分再提高到六分 从六分再提高到七分 等等等等 这是一个其实比较艰难的过程 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就是学习的过程 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 所以你分数高 你就可以直接申请到 你想要的学校 这其中包括了 另外一个你可以节省一些费用 因为你在这边学语言 每个学习都有花费嘛 那花费少 基本上是两千到三千 四千五千都有 要看你读什么样的学校 然后再加上你的生活费等等 一系列的这个费用开支 所以很多人觉得呢 我在这边短期学习 然后我就可以申请学校 那好像你申请了学校 下一步就是要申请学签 申请学签的时候 也需要提供雅思的分数 如果你没有雅思的分数 比如说有的学校 你申请研究生 申请博士 如果你没有达到分数 直接是会被拒绝的 有的虽然给了你这个conditional offer 叫有条件限制的offer 它要你先上他们的语言班 上完他们的语言班 同样会有一个考试 如果你考试没有过 同样它会拒绝你 或者有的学校甚至让你上专业课 好就算上专业课没有问题 你可以拿到学签 你可以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 你可以过来 那就又存在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你在学习期间 这边所有的上课 基本上除了你上法语学校 基本上是用英语来授课的 英语授课它不光表现在你学习好 同时它你的课堂表现 你的presentation就是你做小组讨论 在课上呈现你的学习成果 都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需要去说 都是用到听英语的这个过程 如果你英语还是不好 各个方面都会体现出来降分 这是其中的一点 另外一个最重要 如果你是上研究生 你在几个学期 有几门都不合格的情况下 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它会直接把你踢出去 就没有机会再上 另外一种情况 有的学校可能出现 让你回到本科去继续学习 学习完本科以后 再上它的研究生 当然我个人觉得 它有这个赚钱的嫌疑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体现出来 你的表现即使直接跟你的语言 这个时候是挂钩的 那如果你的语言好 你的表达能力好 应运的好 你就可以直接毕业 顺利毕业 毕业以后 你要申请工签 然后你要去找工作 找工作的过程中 当然是英语是分不开的 你要去 那你如果语言不太好 或者语言不过关 可能你就要在特定的环境当中 找一些跟你自己熟悉的语言相关的工作 那部分工作是需要有英语的 包括平时跟同事的去交流 包括工作的业务的往来 你要发邮件 你要打电话沟通等等 都是需要用到英文的 然后再来说生活 生活可能更好一些 有的人说我去既然你刚才说了 去银行办事情 去其他地方生活买菜 这种衣食住行 比如说你要去在这边置业 你要买房子 有中文的经济没有关系 你要去超市这边 有华人的超市没有问题 这边你要去银行办事 也有讲华语的 或者也有 刚才所说的中文的语言都没有 但是最主要的是 你一旦出去 比如说你去出去办一些其他的事情 到旅游景点去旅游 一般卖票的基本上都是说英文 如果你要收到一些邮件 政府发给你的邮件 基本上都是英文 寄给你的信件也都是英文 如果你错过了 有可能就会引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举例 比如说寄来了一个账单 或者寄来了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东西 它有这个时间限制 如果你那段时间内没有缴纳费用 或者是你那段时间内没有处理 那可能你就会错过 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 还有就是 有的人定位这个主流是说英语的人 即使这边是华人面孔 那你也可以看到 他们都会能够说流利的一口英语 那就是他们因为可能是CBC 就是在这边出生的这个华人 另外一点你要出入 比如说你去一些西餐厅 点餐呀等等 都还是需要一些英文 有的西餐厅根本没有中文菜单 所以你的活动也会一定程度上受限制 有可能你上学工作都是为了移民留下来 那么移民如果你没有语言行不行 如果你是安省的省提名 这边要求你 那一部分同学由于疏忽或者没有好好准备好 而这种各种各样的原因 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学是因为这个事而失去了他的申请封业卡的机会 说到这个移民项目我们不得不说这个意义 也就是说技术移民的快速通道 我们都知道英文是他的其中之一嘛 英文分数越高 那你就拿到的分数就越高 那么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 我们来说CLB6 它相当于雅思的 我说应该是5分到6分左右 如果你这样那你只有9分的这个分数可以加 如果能达到CLB9或者10的话 那你分数一下子可以达到34分左右 这相当于一下多出来20多分 那这里也体现了这个语言或者叫英文的重要性 其他的一些项目比如说雇主担保啊 比如说移民啊 比如说大西洋这个试点项目啊 它最低最低要求你也得达到CLB4到5 那也就是说呀 4你必须有一个4分左右 4-5分左右这样的成绩 所有的项目对语言都是有要求 只不过是有的要求特别低 基本上等于没有要求 因为你随便一考可能能够达到 但是这里体现了一个语言的必要性和它的重要性 根据以上的这些解释来说 可以说语言英语 在加拿大的这个留学移民工作过程中 都体现了它的重要性 而且它是必要的 但是呢也有人说 你说这个语言重要 那我觉得不重要 不重要是因为什么 首先我们刚才所说的很多程度上是因为交流 对不对 有数据显示 其实你在交流或者你在做这个成熟的过程中 其实79%甚至百分之 我不记得确切的数据应该是79%或者70%多少的 这个成分是来自于你的行为 肢体语言和你的表情语言 只有很少的百分比例是来自你的语言 所以这就体现出来语言的这个交流过程中的不重要 那还有人说 你刚才所说的收到的信件收到的等等 现在有很多很多的翻译的工具 很多很多翻译的软件 甚至网上 你输入就可能很快的就能够翻译出来相关的语言 你的目的语言 确实是这样 这里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叫Google Translate 谷歌的翻译 这个是现在非常的好用 你输入中文它就会出英文 你输入英文它就会出中文 多国的翻译都可以 而且你甚至可以拍照等等 直接提取文字翻译 但是它机器毕竟是机器有很多复杂的句子 或者复杂的这个东西 它是翻译不出来的 而且会长成奇异 再有一个刚才所说的 你说的这个社交或者工作都会受限制 那我只想在这个小圈子里面 我只想融入到这一部分社会 我只想过安稳的生活 我只想在这个圈子里交流 生活就够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体现了语言的不重要性 另外说实在话 真正真正在生活过程当中用到的英语 其实并不是很多 所以是有限 那只要努力的提高 学习完这个有必要参与的部分 就已经完成了 所以就可以用来交流 能够达到简单的交流的目的 就已经够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体现了语言的不重要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语言只是来辅助你的所有的学习工作生活 只是一个工具 只是一个过程 辅助的作用 另外也有很多的例子 很多的现象 大家在晚上可以查得到 很多人不懂英文 但是照样能够移民 移民完了 照样能够创造出奇迹 照样能够创造出很好的企业 照样可以深耕发扬 照样可以有光辉 有成就 有光环 所以这个问题是相对性的 你说它重要 它就重要 你觉得它不重要呢 它又不重要 我个人的看法是 如果不是从事语言研究的话 在某种程度上 需要是肯定是需要 但是学习的过程中 最好是在实践中学习 实际中学习 不能是零 也没必要到一百 因人而异 没有必要去羡慕别人语言 有多么多么的好 别人的语言没有口音 翻译多么的标准 能够进行交流 生活够用就OK 但是也要足够的去提高 学习在实践中学习 做到够用就可以了 没必要追求完美 因为都想要完美的时候 但是完美其实是不存在的 所以欢迎留言评论 说说你对英语重要性的看法 你觉得在加拿大 留学移民工作生活 到底重要不重要 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你可以讲一些故事 或者分享一些案例 同时也可以欢迎大家相互的辩论 到底这个语言重不重要 我觉得越辩论越明确 这就是今天的信息分享 如果你觉得这些信息有价值 有意思 欢迎点赞评论 转发给你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Tal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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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请不吝点赞评论 请不吝点赞评论